這個沒有啊 這個上面什麼沒有啊看到 旅客站在北車售票口前 抬頭望啊望 但火車時刻表一片空白 車次時間目的地都沒顯示 也聽不到那熟悉的翻牌聲音 車輪轉動 牌子刷刷刷 正面翻牌式時刻表 參考機場時刻表打造 已經翻了30年 原廠沒零件可換 台鐵人員只能爬鐵梯 但人力維修 耗時又廢工 像翻牌子一樣 這樣子用翻的來顯示 是比較有那個味道沒錯 小時候就是來搭車的時候 都會看它在那邊翻 就很有趣 我覺得還滿可惜的 民眾不捨提到名稱它為翻翻版 瑞士進口民國78年啟用 100年時車站翻新本來要拆 最後民眾起命保留一面 但三不五時就故障 今年4月停用 決定年底就要拆除 換成LED螢幕 當初就說這個東西是我們台鐵訂製的 近年來台鐵新增不少車站 只能用貼紙更新標牌 但重量不穩時常故障 一兩年我們就一直在修 一直在修 就是說一直找備品在更換 換到最近真的是沒辦法了 所以我們就讓它真的添下來休息 對比冷冰冰的LED時刻表 翻牌式有動作 不少民眾都說看了很療癒 年底翻牌式時刻表走入歷史 台鐵預計花2000多萬元 更換為電子看板 至於舊的時刻表 將會送到鐵刀博物館 讓旅客懷念陪伴你我30年的歷史軌跡 這次是晴晴晴晴宇台報道